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明慧 来自南马的巴托巴哈 今年呢 我44岁了 原本是该Elsie讲到My Law 是有两分女的 一个呢 都已经12岁了 一个9岁 然后可是呢 去年的时候呢 老天就给我了一个意外的礼物 让我又还了一个男宝宝 所以呢 但是其实去 早在以前呢 我那时候怀疑第一胎的时候 是在12年前嘛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使用Elsie 那时候还没有 所以那时候第一胎的生产的时候呢 其实肚子就有认成闻了 所以后来到第二胎的时候呢 是9年前 那时候通过Michelle Michelle其实是我的姐姐嘛 所以那时候通过她的时候 我有开始在用Elsie 就在怀疑的时候就开始有在用了 所以那时候第二胎的时候 我肚子就没有生真的认成闻了 甚至她有淡化我 第一胎留下来的认识闻 她有淡化掉 所以第二胎就没有生的认识闻 然后这个怀疑的过程我都很轻松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 我其实真正大量开始使用Elsie 就是怀了我第二胎生了之后 我开始走433的疗程 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应该是9年前 就从那时候开始一直丢Eva 成为Eva的爱用者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几年下来 其实都一直有用Eva 这样的好好的调整自己的身体 在结合欧女这么多这么棒的产品 所以都一直让自己的健康呢 整个的体能都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 所以呢就在去年时候 老天给了一个爱的礼物嘛 怀孕了嘛 但是毕竟我距离上一胎已经得了 就是得了将近8年 而且又是43岁的高龄了嘛 所以还是要比平时更努力的加倍去照顾自己 所以那时候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呢 Eva当然不能少 所以那时候Eva也是很穷高的涂抹 所以我的肚子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照片 所以你看看她那时候 我这个怀孕的时候 我一样没有心的韧情闻了 就是肚子还是美美的 然后呢整个怀孕的过程呢 也很轻松 就没有说像 畢竟43岁算是蛮高的嘛 又隔了9年嘛 隔了将近8年 没有再生小孩 但是我整个怀孕的过程呢 我就没有像一般很多孕妇 像不会有吐啊 我没有 整个怀孕的过程我没吐 然后我也不会说 有那种腰痠背痛啊 然后甚至水肿啊 脚抽筋啊 都没有这样子的不舒服的状况 所以整个怀孕的过程 因为我还是可以很轻松 很开心 甚至呢我还可以呢 还可以按下 我还可以呢每天早上涂了Eva之后呢 因为Eva其实除了平和特纹 它其实针对我们的松筋活络的效果 让我们的伸展呢其实很好 所以我相信这边有很多爱运动的人 他们都会同样去做运动 所以我永远都在一早上查了Eva之后呢 我就会去公园做运动 我不会因为肚子挺了一个大肚子 影响到我的活动 我还是可以很轻松很灵敏的 所以那时候我可以在床上做这些伸展运动 然后可以去公园做一些拉筋 甚至呢我每天可以在公园见走3km 然后再做一些拉筋的动作 就是让自己整个反应过程的做些很轻松的 所以在那时候整个这样的反应的过程呢 一直到我9月22号 那一天就感觉肚子好像很规律的 紧一下紧一下很规律 我就跟我老婆说应该是要生了 可是一般人的症痛是已经是会痛到 很多女性他们在反应的时候 症痛的时候是会很痛的 可是那时候一点症痛的感觉都没有 就是只是感觉肚子很规律的紧了一下 紧一下 后来就在医院的时候 医生看了一下 其实我下面其实已经开3公分了 但是毕竟人来说 可能开3公分已经是痛到呱呱叫了 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痛 所以我相信也因为 是不是在还用的时候呢 都一直有抹抹医吧 再加上做这些拉筋 它伸展的动作 所以其实我照理我已经自然伸展 我相信我是可以很容易的 不过这个肚子里面的鼻 你就是有一点调皮 有一点黄皮 它提早它变了 所以医生就说一定要开刀 所以就开刀伸展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是 从首次是出来 晚上7点多 因为开刀了 那医生是跟你整个 下半身是麻醉了 所以那时候我回到病床上的时候 其实我下半身还是没有自觉的 因为那时候麻醉了也没过 但是我觉得到时候我老公 来来 我的背部已经 七级业都已经准备好 我EVA都已经带去了 所以我就跟我老公讲 帮我臀 自己肚子那边我可以臀 可是臀的话我根本没有办法动 那时候下半身 我就叫我老公很勤劳地帮我把EVA 大量的涂抹在我的臀部那边 然后因为医生说到是 我们可以的花 静可以隔天啊 静可以的花呢 是让自己可以下床走动 然后可以让自己就是有办法 因为麻醉了 让你自己有办法 你能力伸出 这样讲 抬气 就是伸出可以去抬尿 所以它是说 静早啊 越快越好 可是我睡了就晚了 因为上之前我都还是一样 有大量涂抹医吧 然后我也有穿电气波 然后隔天早上大概八点多 我就已经有感觉了 我就开始有感觉便宜了 便宜了 我就可以自己下床 走去厕所 所以我晚上七点多 手术是出来 可是我隔天早上八点多 我就可以自己下床 走去厕所了 就开始我第一次的排庙 所以是比医生逸多的来得更快 然后那天我就可以自己这样子去厕所 我应该有下床 从来回了四五趟 甚至我还可以走到隔壁的地医院室去看我的 baby 所以就是 变成我的 恢复的那个体能 恢复的很快 所以第三天的时候 我出院的时候 去到叶子中心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是已经是在叶子中心 走来走去的 因为我当然不是走来 不是会去看自己的 baby 去看地医院室 看自己的 baby 所以那时候 在叶子中心的那些妈妈 我就跟他们说 好命的话 我其实都可以做他们的妈 没有问题 我才27岁 我是整个叶子中心年龄最大的 因为那时候我43岁 不是我好命的话都可以做女的妈 然后他们就很好奇说 我真的是开刀第三天出来的吗 因为他们说 因为跟我谈天的那个妈妈 他提示的是 那时候他已经是厂后三个礼拜了 他说他那时候刚刚出院的时候 他来那个叶子中心 因为他也是开刀 他说他根本是拖着那个肚子 一只手要拖着肚子 一只手要扶着墙 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的走走 所以他看到我第三天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走 很见不如 他真的很惊讶 所以我真的觉得 Eva 的这个 对我们的厂后的修复真的很快 所以那时候在叶子中心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长期在使用Eva 的人 那然后我们一开始 我们现在的压原本 已经没有像平之前的那个 走的这么大的量 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月 让自己一平的保健 但是因为这个设置的生产呢 我觉得就是 毕竟我们这样子高龄生产 所以我就让自己再重新 走回一次的这个四三三的流程 所以在作业期间呢 我基本上的Eva 是很大量的流过 所以差不多是我产后的第四天 因为我们会开始买奶了 就会脏奶 你知道的那种脏奶的痛是很痛的 就是整个脸很硬硬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拿Eva来做 刚好那时候 我一直替人来到巴马 他就帮我做 用Eva做一下疏痛 他走后 我真的发现到 那个脏奶的不舒服 他就舒满得很快 所以身边有朋友这样子的 我听到他们脏奶的时候 就是真的用Eva好好地做这样子的疏痛 所以后来我就给开始了 我的那个 未免妇虏的那个六个夜 然后再加上呢 我Eva呢 等量特别多呢 也包括肚子这边 然后 包括就是说 我之后一个多夜后 回去复产科复诊的时候 医生看到 他都说我的那个巴 就很美啊 整个伤口运河道很美 因为有些人的巴 他们会长一些 好像肉啊 还是什么 就是很难看啊 他就说 哇你的很美啊 他自己也称赞他自己来 可能我开的那个 也很好啊 他的技术 但是我觉得Eva功劳比较大 让我也不会有发炎啊 然后整个伤口一盒很美 所以伤口其实现在 那个巴 其实留下的是很小成绩 所以变成他对这种伤口的修复 也非常的好 然后所以我在整个作业期间呢 我的精神 我的体力都会非常好 没有那种所谓的不舒服啊 所以整个的 从这样子的整个过程下来 有些叶子中心 看到我的朋友 其实都看到我的气色 真的很好 所以这样子的 当然也因为这样子大量 用Eva这样子433的调理 所以也很快 就是我那时候生产的时候 我的体重是75公斤嘛 就是要领盆的时候75公斤 这样子下来的话呢 现在已经是3个多月 4个多月 我已经汇幅到61公斤了 就是现在基本上 这些衣服都是以前 还饮之前的衣服嘛 所以都可以穿得下了 所以呢整个调理过程呢 就身体很好 然后当然Eva 对我们妈妈好 其实对宝宝也很好 所以 因为毕竟我是在训练的时候 我就开始用Eva了嘛 所以 我的孩子应该可以叫做Eva宝宝 他的 我就发现到 我不晓得Eva的原因还是什么啦 就真的很 蛮多朋友也很惊讶 因为我从叶子中心出来后 是自己过晚上 我的宝宝竟然不要喝半夜啦 因为很多宝宝 刚刚开始的时候 妈妈一直要想喝 我真的不用会半夜啦 他基本上就是 零睡前喝了一门之后 就可以到直接到隔天早上 刚开始是五点多啦 后来就六点多 后来就七点多 所以让我可以在这样子 产后那么关键 我们女人要恢复的那个关键期 他可以让我好好的 有一个好叫 好人 所以我整个这样子的话 我就不需要这样子半夜 一直起来这样子的好夜 所以一门 我们就觉得可能一门 他们这样子 我们母体好 变成让宝宝也很健康的 茁壮成长 所以他的骨骼呢 也很健壮 所以变成他也比一般的宝宝 比较早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他们会翻身啊 会坐啊 会爬的那些夜份啊 他都比一般的宝宝来的早 然后也很活跃啊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宝宝嘛 之前那来不是女的吗 都这么大了 现在那个宝宝 然后你们看一下 他有多健壮 他的骨骼 可能也因为妈妈在怀疑的时候 不是一直有做拉筋啊 所以他好像学到他妈妈 所以也一直在那边做这些 拉筋的动作 做这些运动啊 所以呢很 整个骨骼也很健壮啊 你看 这是不是跟妈妈很像 在公园做运动的日子 很像哦 胎脚 这种我们叫胎脚 所以整个我就觉得呢 诶 就是说像我怀孕 其实我整个我三胎 怀孕的过程 其实我都是一次就怀孕成功 就是我三个宝宝啊 都是一次就怀孕成功 因为我们的确看到很多女性 很多女人 她们真的为了要怀孕 试了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犯了一次的失望 但是我们真的 因为有好好的这样子 用一把调理自己 所以我们真的 不用像她们这样子 承受这种一次一次 带来的失望 就一次就搞定 然后怀孕的过程又轻松 因为我们真的看到太多的妈妈 在怀孕的过程很辛苦 一大堆的问题 但是我们的怀孕过程又轻轻松松 然后产后 看到很多的妈妈 产后很多的状况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后癌症 又可能最糟糕的 我们当然不希望见到这种 产后原因 所以变成自己看到 自己整个背影 怀孕到产后的修复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呃 我们讲如果一个女人 真的要怀孕 要准备背影 要怀孕 要惨破的修复 一把真的 是一个保护